主料,糯米100克,酥红薯80克,辅量,油,黑芝麻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晚中放入糯米粉及煮熟的红薯,加适量的水揉成光滑的面团,静置10分钟后,揉匀,分成大小相同的面积,做成饼子,两面沾上芝麻,电饼中加热放油,然后放入饼子烙,烙至两面精彩, 惊慌即可,烹饪技巧,烙饼日食,不要站定自眠在一起,要有点空隙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